天氣訊息受到低壓帶影響 最近的天氣也還是不穩定 但是凱米颱風才剛走 為南台灣地區帶來致災性的豪大雨之後 在今天又降下了間歇性豪雨 導致車上、路上有許多地方都傳出淹水災情 尤其才剛淹壞家蕩 現在堆在門口又被炮爛 讓災民是欲哭無淚 天空不斷降下大雨 屈民家門口的物品全被水泡爛 漂浮在水面一片狼藉 七十幾歲的阿伯撐著傘 膝蓋以下全被積水淹過 那條溝的話 他們要後面要直走下去 那結果他走斜的 那走斜的下袋的 他斜的一沖 沖了之後他就阻礙他的排水系統 住在屏東長治湘潭路的這位阿伯表示 之前颱風也曾經淹水 疑似是因為水溝整修改道後造成 屏東是自由路 天空廟附近的路橋下 同樣淹起大水 汽車猛踩油門前進 車身幾乎被雪花蓋過 有機車騎士硬是要往前闖 讓目擊民眾相當擔心 不要再水喔 我都要不要再水喔 結果機車熄火 車主只能下來牽車 來白白的民眾表示 這裡因為地勢低洼 逢大雨必煙 晚點要離開 也只能繞道而行 這邊只要一下大雨它就淹水 讓它下大雨它就一直連下 快一個小時所以它不會 高雄小港沿海路 馬路變水路 吊車漸騎大量的水花 高度幾乎要超過車身 機車道也全部被水淹過 騎士像在騎水上摩托車 甚至有人騎到一半叼掐 尤其是為了閃汽水 只能冒險騎到快車道 與汽車增道顯像還身 29號下午5點多 受低壓彈影響 高頻降下間歇性的豪雨 馬路淹水許多車拋毛 讓車主好無奈 接著蘇婷良平綜合報道 謝謝大家